哈囉晚安 生生團晚安 為什麼短髮的你那麼可愛 呵呵 就是這樣 沒有為什麼 我現在因為短髮 所以綁馬尾的時候 雖然也是可以綁起來 但是他都只能撐幾 可能三四十分鐘 然後沒有那麼久 大概撐二三十分鐘 就會從邊邊開始這樣子一直掉下來 一直掉下來 所以我現在 在家裡 有時候可能 比較熱的時候 或者是 我可能刷牙洗臉的時候 頭髮不想要弄到水 我就會綁雙馬尾 就平常在家裡 有時候就會這樣綁 這樣子綁兩個小小的這樣綁起來 欸好方便喔 就是這樣綁就很方便 而且也不會碰到脖子 就像前幾天不是很熱嗎 所以我就要綁起來 就是綁一個會滑掉 因為這邊不夠長 所以就會這樣子掉下來一點 所以我就會綁小雙馬尾 就兩個這樣小小的綁起來 很方便 現在都直接就是綁兩個 而且有時候 就比較亂的時候也是 就直接這樣綁起來就好 現在是改天 就是 因為現在都還蠻整齊的 等哪一次我要直播的時候 頭髮很亂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子綁起來 但是現在還沒 現在都還蠻整齊的 對 嗨 上庭 哈哈 你屁股 你說那個愛心嗎 對啊太短 太短沒辦法啊 除非你要做一個很短的 就是可能到這邊 就是這樣那麼短 就是 哎呦 就是還是可以 但是就會很短 就你看會這樣子 會只有在這邊那麼短而已 那麼小一個的愛心 它會很小一顆 就不太能綁 好像短頭髮能做的 髮型也蠻少的樣子 就是只能編點 就是可能 就是上面可以做造型 但是就 對 就比較少一點 就編辮子吧 屁股 我也是怎麼做的 嗯 我現在頭髮那麼短 我怎麼用 就先編編著 然後綁起來 然後這邊綁起來 然後這邊綁起來 然後這邊 這邊再綁一個 然後 從這個 洞裡面 這樣子 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 再這樣子 把好兩個一起綁起來 然後這會變成一個愛心 對 就那麼簡單 讚 我現在太短了 不好綁 等我留長一點 然後我再綁給你們看 會想學啊 學 學幫誰綁 幫自己綁 陳耀欣 哈囉 哈囉明金 晚安 這麼複雜 其實還好 其實很簡單耶 真的很簡單 只是要用比較多髮圈綁 一邊要用三個髮圈 就是要用一個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的那種 那種黑色的 橡皮筋 要用三條 要三條 一個辮子先綁起來 然後再這邊再綁一個 然後再穿一個洞 再這樣子把它綁起來 就三個 要三個髮圈 還蠻簡單的 只是 對 只是要花比較多的髮圈 一邊要用三個髮圈 所以要準備六個髮圈 要幫我綁 要幫我綁 學來幫我綁 好像也不錯 謝謝千韻的筆心 幫你家的狗 綁 好像真的可以耶 尾巴 如果是那種 長長的那種 因為你有養狗喔 哈囉暗虎 晚安 浩逸 嗨 喔 又贏 抱歉 哈囉又贏 念錯了 不好意思 雨淮 哈囉 嗨阿翔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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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幫你綁 也可以幫誰綁 幫你自己綁啊 幫你自己綁個小的 維基粉大師 晚安 狗奴 真的假的 我還真的不知道啊 你是養什麼狗啊 欸 我知道我知道 你有拿我的那個 你有拿我那個氣球 跟你家的狗 拍照對不對 我想到了 我好像很印象 你現在短髮 短髮還是可以綁啊 短髮還是可以 短髮還是可以 謝謝翔玉的愛戀巧克力 嘿翔玉 哈囉 好可愛的巧克力 白巧克力 這巧克力看起來很好吃 其實我 我很喜歡吃白巧克力 嗯 也不能說 就我雖然喜歡吃白巧克力 但是白巧克力很容易膩 就是 對就是 我喜歡吃白巧克力 可是我不能一次吃太多 不然我會超快就膩了這樣子 白巧克力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味道就很容易膩 可是我很喜歡 不過 不過我 最常吃的還是牛奶巧克力 因為就是 又好吃 但是又不會太容易膩 白巧克力算很好吃 但是 對我來說 就是 膩的還蠻快 太甜了吧 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如果不要去買那麼甜的話 就 還行 白巧克力很肥 我知道白巧克力超甜的 它真的量很高耶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就是一次不能吃太多 不然 會比較膩一點 我還是最常吃牛奶巧克力 而且我不喜歡苦的 我覺得苦的好難吃喔 我大概 我就是 好像三十幾%吧 所以我只要 只要超過60% 60%以上 我就不吃了 太苦了 欸 三十幾還五十幾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般賣那種牛奶巧克力 反正60%以上 我就覺得很苦 沒有 欸你沒有拍過那個狗嗎 我總的印象都好像你拍過狗 有印象 沒有嗎 OK 讓我記錯 哈囉 洛克晚安 白巧克力好像是可可紙 欸 我有聽說白巧克力 裡面沒有含巧克力 真的嗎 是不是 我聽說白巧克力裡面 白巧克力的成分沒有巧克力 那是什麼啊 他說沒有 就是 沒有任何可可 豆 就是沒有任何巧克力的成分 所以 我也不知道白巧克力的 到底是怎麼做的 但是 聽說沒有巧克力 等等回來 好的 謝謝 維基芬大色 玫瑰 謝謝 純的 如果是純的 有苦味的巧克力 就比較不會膩 可是我不喜歡吃有苦味的巧克力 我都不吃比較苦的巧克力 我覺得好難吃喔 那個超難吃 欸 弟弟超喜歡吃那種 就是七八十 反正就是那種 生巧克力 你們知道嗎 那種 每次吃吃到飽 甜點區都會有生巧克力 超苦的 那種長方形一塊一塊的 那個超級苦的 那個弟弟超愛吃的 那我完全 我一顆都不想吃喔 一顆都吃不下去 那好苦喔 就是 就是特別苦那種 我也不知道那個幾% 反正 我吃過一次 我覺得很苦 然後我就 不喜歡那種 長方形的那種 生巧克力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很苦 你們知道那個嗎 就是吃到飽 飯店都會有那種 白巧克力不是就可可之 我聽人家講白巧克力 沒有含巧克力成分 哈囉 Ban 生巧克力不一定苦啊 真的喔 因為我吃過一次 他上面寫生巧克力 然後就超苦的 所以我之後看到那種巧克力 我都不吃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 對他的印象就是很苦 弟弟是大人吧 可能吧 我是小孩子 我不喜歡吃苦苦的 可是媽媽也不喜歡吃 那麼苦的巧克力 還是甜一點比較好吃 可是你看既然都要吃巧克力 當然就是吃甜的啊 反正 欸就算 就是 就算是比較苦的巧克力 應該熱量也蠻高的吧 就是比甜的還低一點 但是一樣還 一樣蠻高的吧 所以既然都要 都要攝取熱量 當然是 吃甜的 對吧 對吧 苦的才好吃 我聽別人說過 生活過的苦的人 就不喜歡吃苦的巧克力 就會喜歡吃甜的巧克力 然後生活過的太舒服 太開心的人 就會喜歡吃苦的巧克力 所以弟弟過得太開心了 弟弟就是生活太爽這樣子 所以他喜歡吃苦的 所以他喜歡吃苦的 然後我跟媽媽就是 就是 欸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喜歡吃甜的 我不知道 哈哈 有嗎 大概吧 我之前聽別人這樣講 哈哈 之前聽別人說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還講 可能開玩笑吧 但我覺得還蠻慢的 我覺得這樣說的 這樣也蠻有道理的 哈哈 就平常苦 苦吃慣了 就不想再吃苦的 呵呵 哈哈 嗯 對 就是這樣 嗯 嗯 我對生產可以的第一印象 也是很苦 對啊 生產可以 對啊 我印象中我吃過的生產可以都很苦啊 就是 嗯 對 我好像就吃過兩次來三次而已 都是那個 飯店的吃到飽 呵呵 你知道吃到飽甜點區幾乎 幾乎每家吃到飽 飯店的甜點區 都會有生巧克力 都很苦欸 我大概就吃過三 兩 三家 欸兩家而已是不是 我好像吃過兩家 不一樣的 然後之後去其他家看到我都不想吃 就很酷 我吃過兩次都很酷 就不想再吃 嗯 生巧克力就超苦的 不喜歡 哈囉 勇哥晚安 跟大可愛屬性蠻像的 哈哈 還蠻像的啊 我跟她的喜好還蠻像的 哈哈 苦中苦 古早古早味 哈囉 晚安 過得很苦 好辛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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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太辛苦 找點娛樂吧 哈哈 對啊還是個人喜好 主要還是個人喜好 就之前人家在那邊講 開玩笑吧 那就是好玩的而已 反正 反正 我對生巧克力的印象就是很酷 不喜歡 還有那種 呃 就是跟生巧克力很像的那種 那種 裡面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一般的巧克力不就是 一般的巧克力就是 巧克力快 一般的巧克力 就是很正常的巧克力 對 就是平常會吃到巧克力 不然就是那種 有包餡的那種 可能什麼 爆漿那種 會流汁的巧克力嘛 可是 生巧克力不一樣 生巧克力 咬起來是那種 黏土 有點像還沒乾的黏土的口感 就是 只要是那種類型的巧克力 我都覺得吵 我就 我都 就是 我就會對它有個 寄定印象就是 它很苦這樣 那種 咬下去會有點 啊 那個啊 我知道啦 有點就是 水泥水泥 就是 乾一半的水泥 那種 就是咬下去是乾一半的水泥 那種 那種口感的巧克力 就是好像 感覺都很苦 破口巧克力 我覺得破巧克力蠻好吃的 草莓巧克力也很好吃 我 我 我超喜歡吃焦糖口味的東西 焦糖巧克力我也很喜歡 然後 焦糖冰淇淋我也覺得很好吃 我還蠻喜歡吃焦糖口味的東西 但牛奶糖本身我就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它太黏牙齒 謝謝小愛的許願品 謝謝Ben的筆心 生巧克力的成分跟糖分搞定沒關係 我也有甜的喔 那我還沒有吃過甜的生巧克力 三角巧克力 你說那個像山那個嗎 那個還蠻好吃的 那有點硬 有點驚訝 巧克力我比較喜歡吃巧克力冰淇淋 冰淇淋我還是喜歡焦糖跟香草 我還是喜歡吃巧克力 巧克力冰淇淋我還好 跟我味道一樣的生巧克力 謝謝露雷笑笑帶我走 哈囉 跟我味道一樣的巧克力是怎樣的 很甜嗎 為什麼啊為什麼我吃過生巧克力都很苦 我都沒有吃過甜的生巧克力 欸是不是那種吃到飽 可能去的都是大人 所以它放的都是酷的巧克力 彩虹花 哈囉晚上好 像水泥 像水泥 對啊這咬起來像 喔你說 唉唷 我的味道是不是 到底為什麼像水泥啊 好奇怪 什麼啊 好吧 可是你們不是喜歡吃的生巧克力 像水泥的口感 哈囉坤坤 美國巧克力太甜 真的啊我也覺得 美國巧克力超級甜的耶 真的其實甜到就是 太膩了 就是我也是 沒辦法吃太多 美國巧克力真的太甜了 大概吃個 對啊吃個兩三口 就覺得啊好甜喔 沒辦法 對啊我都吃什麼巧克力啊 瑞斯 我不知道 台灣巧克力 我不知道我都吃 一般的巧克力 我也有吃過就是 就是不是那個 那個 好什麼多 摳什麼口 對 那種 在那邊賣的 那邊賣超多的那種 真的就是 從美國來的巧克力 超甜 超級甜 我買過幾次 就真的很甜 不管哪一個都買 都是很甜 可是我之前很愛吃一個 但他現在沒有了 他現在都下架 我之前很愛吃一個 就是也是在那邊買的 然後他 嗯 是那種 那種 啊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巧克力餅乾 然後那個餅乾上面還有很多 一塊一塊真正的巧克力 就是巧克力在上面 圓形的那種 嗯 白色的包裝 你們知道嗎 就以前有賣 然後現在沒賣 他已經很久都沒賣 我超喜歡吃他那個 雖然很甜 但是我很喜歡 就是還可以 就是 拿到烤箱裡面烤 然後巧克力會 就是他上面的巧克力會融化 然後就會 就會 變成 更好吃的巧克力餅乾 反正我很喜歡那個巧克力餅乾 但他現在都沒賣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但那個很好吃 就只有那個我覺得很好吃 其他的 其他我買過的其他的 美國的巧克力都 好甜喔 太甜了 太甜 哈哈 我的口 為什麼 哈哈 我只能吃前兩天 是不是 可惡耶 前兩天才好吃 之後又不好吃 哈哈 吃辣飽很瘦 全家去吃 對啊 可是為什麼 我每次去的吃辣飽 都是很苦的生巧克力 我之前去吃那個 然後 洗 來什麼的 下午茶 那吃巧克力超級苦的耶 我就覺得 喔 怎麼會這樣 就很苦 然後還有吃過那個 那個 那個 福什麼 飯店 什麼榮大飯店 的 吃到飽 他的巧克力也是 深巧克力那種 就是都很苦 然後那個想 想吃也是 想吃他也是很苦的那種 就都很苦 我就不喜歡 他的巧克力都好苦 我最想要吃我都 狂吃烤布雷 狂吃 我超喜歡吃他們的烤布雷 我都一次拿六個 一次六個一次六個這樣拿 吃很多 杯子蛋糕 我不知道 我有吃過杯子蛋糕 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沒夠的 對我印象中 我吃過的杯子蛋糕也是很甜 謝謝宜瑞 謝謝炒 謝謝炒龍花巧克力 欸對對對 就是像沙夫味那種 軟軟軟 軟餅乾 它是軟的 它是軟 它 它算是軟的 吃起來有點像 哎呦好難形容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 對就是偏軟的餅乾 我正好借在蛋糕跟餅乾之間 上面捲 欸對對對 上面捲起來那種 上面有就是 有稍微捲起來 就是 哦 怎麼就是 哎呦那個 那個 禮盒包裝 那種 禮物包裝 禮物袋包裝 禮物袋包裝 有點什麼啊 這種 三角形 這樣 反正 哎呦好難形容 反正就是 就是長長那樣 基本上就那個白色 一個白色的 很好吃啊 我喜歡那個 但它現在沒有啊 現在 現在它沒有進 它很久 它已經沒有很久沒有進那個了 哎呦那我 每次都是 你知道每次去那個 那邊 摳摳摳 摳摳 我每次去那邊逛 我就 就會 我都會習慣去看一下 有沒有那個 那個餅乾 但它真的很久都沒有了 大概 一年了吧 我之前買 已經好久了 好像一兩年了 都沒有看到那個餅乾 都好像都不會進 那個真的很好吃 一次拿六個 一次拿六個 瞬間就吃完了 好不好 哎呦 你第一次很快 我每次 我上次去拿六個回來 然後 然後本來是我跟妹妹要吃的 結果 結果那個 就是 我們拿六個回去之後 妹妹好像去拿什麼 哦 那好像去拿冰淇淋吧 然後 妹妹 弟弟測妹妹 就是 去拿冰淇淋的時候 哎 瞬間把那個 烤布的都 都吃掉 就是弟弟瞬間 就吃掉三個 然後妹妹回來就說 為什麼我的沒了 然後 然後我們就說 就弟弟吃超快 然後 然後 我們就說沒關係啦 我等一下來幫你拿 這樣子 就他吃超快 他瞬間就把三個吃掉 然後我就吃了兩個 然後後來我去拿一批 我就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四個吧 呵呵 然後妹妹吃 欸妹妹好像才吃一個 然後弟弟也又吃了一個 這樣子 那個真的很好吃喔 超喜歡吃卡布雷 沒錯 這六個六個拿 啊 甜點要工作人員拿給你 有這 啊真的喔 為什麼 蛤 工作人員拿 哪一種 哪一種甜點啊 為什麼 我是吃過 都要工作人員 拿的 的吃到飽 但是 有只有 有只有甜點要給工作人員拿的嗎 我印象中都是 就是 我吃過火鍋 火鍋的火鍋的吃到飽 全部都是要工作人員送 要服務生送的 就是火鍋的 都 都是畫那個紙 然後 然後 然後服務生送來 但是一般的都是自己拿吧 有那種 只有甜點不能自己拿的嗎 啊 啊我知道 那意思是說 就是去排隊 然後他 甜點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 然後跟他指說哪個對不對 想吃 就是那種啊 就是 就是 他就是那種 要那個服務生拿 就是去那邊排隊 然後 甜點在冰箱裡面 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會指說 我們要哪個 然後 那個服務生就會拿 對啊 就是那種啊 我知道啊 我們吃的一般都是那種吧 就是 我只要想像是那種 嗯 我記得 我記得 洗來什麼 他也是 他只有餅乾 跟冰淇淋自己挖的 還有一些小蛋糕自己挖的 其他的 比較 精緻的蛋糕 也是要跟他講 他才會給你 都在冰箱裡 對啊 我就是 我就是去那種 就是 我就直接去那邊 我就說我要烤布雷 他就說要幾個 我就說六個啊 就這樣啊 就六個啊 OK啊 然後他就一次拿六個 然後 然後就是 那個糖就直接挖一大堆 然後這樣子 一個一個這樣 慢慢灑 慢慢灑 灑六個 然後直接打那個 那個點火 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就烤好這樣子 然後全部給我 我就是 就是直接跟他點 他都很很樂意啊 福樂 欸 那家我吃過 我吃過一次 我就不去了欸 不喜歡 不喜歡 那家的我不知道 不太對我的胃口 我就吃過一次啊 以前 我以前吃過一次 福樂 什麼 對 我沒有很喜歡那個 那邊的料理 可能 可能 太高級了 跟我 反正我 我還是比較喜歡 那種重口味 就是 嗯 像我都是吃那什麼 炸蝦 那種 嗯 還有什麼 啊 那什麼什麼 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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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燒牛奶 那種 就是 比較有味道的東西 如果是那種 有點像 法式料 一樣 一點一點 清淡的那種 那我就沒有很喜歡 一次拿多一點 比一次一次 去拿好 對啊 一直去很麻煩欸 我就一次拿很多 我就一次拿六個 我都每次都跟他講 六個人考不累 然後現在人家六個考不累這樣 大概又拿三個就差不多了 就不會拿到太多了 如果我一個一個拿的話 我要跑十幾趟欸 太多了 太麻煩了 我通常就是跑兩趟或三趟 然後一次都拿很多 就一次幫其他人也拿 幫弟弟妹妹一起拿 交通最方便 不會啊 大圓板也很方便啊 可以停車 法式料理都長得很奇葩 味道很奇妙 欸 我不喜歡啊 我不喜歡 也不是不喜歡 就是沒有很喜歡 我沒有很喜歡 法式料理 那種小小的很精緻的那種 但是通常都不太對我的胃口 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吃法式料理 我曾經小時候吃過一次 我眼睛好癢喔 我都還是流腸 我小的時候吃過一次 好像國中吧 還是國小五六年級 我忘記了 反正我曾經吃過一次法式料理 欸超貴的欸 法式料理超貴的欸 一餐就一千塊 一千左右欸 超貴的 曾經吃過一次 我不喜歡 我真的不喜歡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浪費錢吃這東西啊 就是 我真的很不對我胃口 就是他們你知道 法式料理通常都是那種 一個湯匙一個湯匙的那種 就是他會幫你挖好一個湯匙 就是你 你這一道菜 就是只有一個湯匙而已 一個湯匙一口吃了就沒了 這樣子 就是 都是那種 幫你搭好的料 然後放在一個湯匙裡面 然後直接吃掉 就不喜歡那種 那種 我實在是 覺得 我知道 因為我喜歡大量 大口大口吃 你看我吃東西都是大塊多一的吃 然後 然後 法式料理就 法式料理就 量都超級少 然後就很精緻 然後我就 哦 這種真的是 欸我真的 吃得很不盡心 就不能 不能 很開心這樣 狂吃狂吃 他一餐 他一到餐就只有一口而已欸 一口而已 一到餐就一口欸 超大的攤子 然後就 就放 就放一口 一口食物 那個我真的吃不下去 那個 我吃一吃了我就不想下去吃了 那吃得太辛苦了吧 我好不容易 我等很久了 好不容易等到一道菜 然後這樣 一口 我一口吃完了 然後 我還要再等個五到十分鐘 才有菜 下一道菜來 那我受不了 我沒辦法吃那種 現在薄芋的玫瑰 哈嘍修哲 你跟他說 你可以跟他說 一個烤露的欸 這個你自己留的 其他我都要 哈哈 那太多了 他們有三四十個欸 那邊 他們一次擺好幾十個 一千算便宜了 好像是齁 放這料理好像 好像就是都很貴對不對 就是好像 我有看過就是 一些人分享 好像一餐有三四千塊的 然後又有七八千 那種 超貴的 但是我受不了 我就不懂 我就不懂 為什麼我要花錢 然後還 就是好像 好像在 在那個 好像受罪的感覺 就是 我明明就是抱著我要大吃特吃的心情 結果 每一道菜我都只有一口可以吃 就 那吃得太累了 我 我還是喜歡那種 豪邁的 一塊 一次多一點 一次可以多一點 一次只有一口就是 就是 嗯 吃得太累了 就沒辦法想好好享受 欸 我覺得真的 真的還蠻看人的欸 因為有些人的享受 就是那種 那種 啊 很有氣質 一口一口慢慢吃 這樣子 然後享受它的精子 這樣 可是我的享受就是 哇 一大盤我愛吃東西 啊 狂吃狂吃狂吃 對我來說就是 啊好過癮喔 好享受喔 這樣子 就還是看人啊 不同人的 就是 欸 至少 至少我確定 我跟媽媽跟弟弟跟妹妹 都是 都是屬於那種 大吃特吃派 我們都還蠻 蠻受不了那種 像法式料理那種 一小口一小口 算了 欸 那個 爸爸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其他人都 都 都覺得就是很 就是那樣吃太不過癮了 我們都是喜歡 一大盤然後狂吃那種 非浪漫派 對 對我不是浪漫派 沒有氣質 平常有氣質 平常可以假裝有氣質 吃東西就放縱一下吧 都可以好好 就是美食在前 當然是先吃 先享受再說 那個 我真的 欸很開心耶 就是 好我喜歡 就是我很喜歡吃東西 然後 一大盤在我前面 就 哇 真的是好 真的好享受 狂吃 就是真的是大口大口吃 我每次只要 就是我喜歡東西 一大盤 我就會狂吃 呵 就已經 已經不會管什麼氣質了 就先吃再說 一大口一大口這樣吃 好吃 太好吃了 就像我今天 呵 我今天也去吃了那個 我很喜歡的一大裡面 我也是買一大碗 然後就 啊啊啊啊 狂吃狂吃 超好吃的 那個叉子這樣 哇一大口 哇一大口 直接吃了 超好吃的 然後吃完之後 然後就是 超髒的 吃著 嘴巴長髒細細的 這樣子 然後吃完之後 擦一擦 啊好 恢復嚴重 我氣質回來了 這樣 吃的時候沒有氣質這種東西 吃完再 再那個 再 就是 恢復一下 這樣就好 反正 反正 吃就那麼幾分鐘 欸我 我十分鐘我就可以吃完 一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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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正常的 什麼 可能 因為我點了 我點了 我點的是那種 嗯 那種 大大大份量 就是 兩人份吧 也沒有兩人份啊 就是接近兩人份那種這樣 我點的是那種大量 然後大概十分鐘吃完 哎呦我的眼睛 一直吃到我眼睛 我點的是那種大份 大概十分鐘 如果是一般的那種 一般 好小小 一盤 五分鐘不到就吃完了 我就是那種 就是 我就是吃很快 先吃飽再氣質吃甜點 呵呵 我想一下我吃甜點有沒有氣質 呵呵 呵呵 我覺得是看吃什麼甜點 如果是 啊我知道 是看的是 場合場合 如果是吃到飽的話 吃到飽的那種甜點 因為我都一直拿很多 所以我也吃很快 我就是也是這樣子 啊啊 快點吃完那種 那個蛋糕可能 那種一塊蛋糕三口就吃完 這樣子 一次就好大口 啊吃掉這樣子 欸我考慮了欸兩口就吃完了 呵呵 瞬間就啊吃完了 之後我 我覺得要看是什麼 因為吃到飽我可以吃很多嘛 所以我就會吃很快 因為就是很享受嘛 也沒有跟時間賽跑 欸我 我真的吃太快了 我跟你講 就吃到飽是兩個小時嘛 但我常常一個小時我就吃飽了 就是 欸就是 欸就是我是那種 我是前面衝刺那種 我就一開始先衝刺 衝很快 然後後面就啊 休息 這樣子 我通常都吃一個小時而已 然後後面可能就 啊就吃個冰淇淋和喝飲料這樣 或者是就提早走 我不太會撐到最後 除非比較晚去啦 就是我通常就是吃一個小時 頂多到一個半小時 我不太會吃到兩個小時 因為我前面吃 我真的吃太快了 我是衝刺心 呵呵 我前面就會吃很多 我前面就是塞太 嗯 前面就是吃很快 然後就 就 很快就很飽 對 可是我吃很多 我吃很快 吃很多 然後也 很快就飽了 一個小時 吃一個小時就飽 沒辦法吃到兩個小時 你們吃吃到飽都會撐到最後嗎 我覺得很難吃到最後 就是對於我來講 因為我 就是 我沒辦法 你 就是我 我忍不住 就 就是 我也知道好像就是 要慢慢吃才 好像 嗯 能吃比較久 是不是 但是我沒辦法 就是好吃的東西在我眼前 我就忍不住 看著他還慢慢說 就是困點 我吃到他 我吃到他 狂吃這樣 然後就一直吃 要配速是不是 聊天到最後 聊天喔 喔 啊 我是通常就是 先走 這樣 高雄吃海港 吃到飽 5點吃到9點 可是通常吃到飽 不都只能做兩個小時嗎 因為太好了 四個小時 不是 吃四個小時 都可以吃第二餐了 怎麼那麼好 那也太好了吧 一次吃四小時 吃快才可以吃得多 就是 那個 那個腦袋還 還沒有意識到我飽 我就已經塞到很多了 是不是 沒有現實 那麼好 沒有現實 沒人就不會人 你很適合去吃 啊我跟你很適合去吃 不會分時間 對 我就是 我就是一開始狂吃了 他說 對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餐廳 就是可能 我點一份好餐 什麼湯 前菜啊 湯 然後 主食甜點 啊 那種甜點 我就會 被洗腳慢煙 我就會 啊 那種氣質的 一口一口吃 那種我就會洗腳慢煙 因為那個就是 反正就是 那個就是 你就只有那麼小一個嘛 就慢慢吃啊 一次吃完就 啊 沒了 一次吃完就很捨不得 太快就沒了 所以如果是 如果是那種 就是正常那種 那種套餐 一個正常的 一個set的那種 那那個 甜點就一小個 我就會慢慢的 慢慢吃 氣質吃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 我前菜跟 甜點 就是正常來講 如果是那種 一個set一個set的那種 前菜甜點 我都是 細腳滿煙 我就只有 就特別餓的時候 我是 我煮 主食就會吃 我還是會吃很快 就是雖然不吃到飽 但是我只要主食一來 就是 狂吃狂吃 因為就是我最期待 當然就是那個主食 主食一來 我就忍不住 狂吃 吃很快 就是我如果很餓的時候 如果還好 我就慢慢吃 如果幾乎每次都很餓的時候 所以幾乎每次吃主食 我都是就是 吃超快的那種 吃四小時 風假人 拜拜 哦 現做的哦 好酷哦 現做的 哦我知道 有現做的 但是 我沒有吃過有做舒服類的 我是有吃那個 就是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 那是什麼啊 什麼什麼 什麼 烤葡萄柚 還是什麼 我吃過一次 超苦 哦 有過苦的 超苦的 你們吃過嗎 那個真的是 好苦 那也是現做 就是 就是他現場切 現場烤給你 超級苦的耶 就是我吃過一次就不吃 就是吃到飽的那種 甜點 我遇過現做的就是那個 什麼 葡萄柚的 那個超級苦的 可是我沒有遇過 就是舒服類 我沒有吃過 吃到飽舒服類 好酷哦 我知道有一個 鍊上你的味道 哇 好美的禮物 謝謝 謝謝 謝謝宇睿 哇 這也太漂亮了吧 很精緻的禮物 讓我想到法式料理 很精緻的禮物 謝謝宇睿 謝謝宇睿 好美的禮物 跟我這個 沒有氣質的傢伙 不行 我要有氣質一點 炙燒的補頭 對對對 像是有 我就在想吃的啊 我在想吃過一次 那個烤跑 有 苦 超苦 超級苦 真的是 受不了 太苦了 法式禮物 只有一點點 很美哦 每次看到那種超精美的包裝 就會直接想到 這一定是法式的 法式都特別漂亮 做得很美很漂亮那種 啊對 就像我 像我買什麼 就是我可能 我在什麼 在官網上買什麼化妝品 什麼的 你知道他們都會有什麼 就是 滿額 滿額就 呃 滿額 滿額免費包裝 法式 什麼啊 啊 滿多少就會幫你免費 做法式包裝 就他們都會加個法式 就是 就是好像 因為他們就是 幾乎每家都會特別強調 法式的包裝 所以就會讓大家覺得 啊 好像法式包裝都是那種 特別漂亮 特別有氣質的那種 就很美很美那種 每次每次那種 買化妝品什麼的 保養品什麼的 都會有什麼法式包裝 欸真的就是 包得很漂亮那種 超高級的盒子啊 綁個斷袋什麼的 就那麼特別美 法式的 只要加個法式 就是特別 就會讓人覺得 啊 好精美 好漂亮 還有氣質那種 都很漂亮 都是真的就是 啊 太美了太美了 法式真的很漂亮 可是 我還滿喜歡那種 禮物是法式包裝 就很美 可是 食物食物就不行了 食物的法式 法式料理我就沒辦法 法式料理實在是 啊 沒辦法讓我很 很盡性的狂吃 所以 包裝禮物 禮物類我覺得法式都很漂亮 我很喜歡那種 可是如果是食物 我就 就不能法式了 法式沒辦法讓我 爽快吃 對 一點都不法是不是 很漂亮啊 讓我氣質多多 謝謝 氣質 哎呀 好 本來就很苦 葡萄油本來就很苦 可是它有放糖 我看它是放砂糖上去烤的 我原本以為就 是不是甜甜那種 因為它 我看它還有放 撒很多砂糖 對 砂糖 然後才烤 結果超苦的 一口下去就 啊 我就只吃一口 不吃了 默默的推到旁邊去 我不敢吃太苦了 真的好苦啊 超級苦 我怕放了很多糖 我還是覺得超苦的 超級苦 超級苦 我們來發 思緣 哈囉哈囉 澳門普國 哈囉 今天家裡法式炒麵 法式炒麵 法式炒麵 法式炒麵是什麼 那個是焦糖嗎 我不知道 就它灑很多糖在上面 然後就烤 食物就想趕快拆開 食物就想快點塞進嘴巴裡 禮物的話就可以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我還蠻喜歡包裝漂亮的禮物 就覺得好舒服 就是 不管裡面裝 不管裡面到底是 到底是就是 多好 還是普普通通 我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就是 包裝 包裝真的很重 因為畢竟包裝是 人家看到禮物的人 第一眼看到就包裝 你可能還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至少包裝 至少包裝是要那種 要很漂亮 要好看 得體 對 對啊 就第一眼 就是 第一眼給人看到就是 好漂亮的包裝 感覺就很好 所以我覺得禮物 禮物 就是 還是要稍微給它 包裝一下 我個人是這樣 我就覺得 包裝起來就很漂亮 感覺就不一樣 好 討厭鬼回來 震動輕鬆 奇怪是不是 反正 對啊 禮物就真的 禮物那種就是 包裝 好 你不要吵了啦 你的禮物咧 欸我買好多件 我買好多件衣服 你可以挑一件 我還有點點內褲 哈哈哈 我要給妹妹一點點內褲 你可以拿去 你第一次合照會那時候感覺滿有氣質的 啊然後第二次就沒氣質了是不是 哈哈 欸 第一次合照會的時候很有氣質 第二次就沒氣質了 你這個意思嗎 哈哈 第二次合照會就沒氣質了 只有第一次有氣質了 幹嘛 你好奇怪 他好怪 頂級 點點 點點 是我買 我買 我買 我上網買了很多 啊 運動型的那個 布 跟背心 那種 反正,然後就送,那個用買很多 然後他就送點點心內褲 啊我是不要啦,我給妹妹 給妹妹穿 不能這樣負面解脫 可是你剛剛說我第一次很有氣質,那第二次呢 為什麼只有第一次很有氣質 第二次是古典風是不是 運動型,對對對 弟弟 弟弟好像不要 弟弟不想要 他不想要 他不會害一點點 第二次很有嫌棄 真的嗎? 真的嗎? 我懂,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第一次很有氣質 然後第二次是超越氣質 是很有仙氣 好像也不錯,聽起來 聽起來也不錯 第二次很有仙氣 可以唷 哈囉小白兔 嗨 王思涵 哈囉 晚安 王思涵 哈囉 晚安 美美美 又不寫功課 美美 又不寫功課 美美 昨天超級不乖 昨天就要寫功課 又不寫 他說 我今天不寫功課 我整個就是 蛤? 問號問號問號 你不寫功課 真的是 他今天也在吵 他不寫功課 超不乖的 他這兩天都在吵 他不寫功課 那左邊那邊一直吵 我今天不寫功課 然後 被罵得要死 然後最後是哭 再寫完功課 練哭也寫功課 哭再寫完功課 今天又又在那邊講 他不寫功課 怎麼這麼 怎麼 那麼不乖 小孩子好難乖 還好今天星期五 不然可能他今天又要 哭著寫完功課 一定在那邊不寫功課 邊哭邊寫 邊哭邊寫很浪漫 很浪漫嗎 拜託 我覺得還蠻恐怖的 還蠻可憐的 很活該 真的是 這活該 不是 你明天還要上學 你跟我想你今天不寫功課 開什麼玩笑啊 真的是 就是錢嘛 哭著也是要哭著寫完功課 吵著氣死了 被他氣死了 他頭上冒火耶 都不知道要罵幾把火 氣死我 不寫功課 哈哈 我今天不寫 羞辱我的致上 笑死了 反正 他真的是 啊 最後跟我講我今天不寫功課 氣死我了 下次要多買合照 跟我手會 來來來 歡迎 多跟我拍照吧 我拍照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大概吧 是吧 是吧 你們目前也有人覺得我拍得很爛嗎 哈哈 謝謝宇瑞愛巧克力 謝謝聖氣堂的帶我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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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請說分手先手 哈哈 別哭別寫 不是好嗎 哈哈 哈哈 學校抄別人的 應該很難吧 國小 國小也沒有什麼必要抄啊 國小都超簡單的 就是看你想不想動 動鼻血而已啊 我小子根本不用動什麼腦筋啊 就是很基本 也不用動腦 就是 就是血而已 對啊 既然都要血 那自己血跟抄別腦筋沒什麼差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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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就進來啊 你不要開一半的門在那邊偷看 好恐怖喔 在那邊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你要我說什麼 我都忘記給你 我都忘記給你 我已經說到一次請進了 你還在那邊偷看 平常 信用不良 蛤 我什麼時候讓你進來才知道到你過了 拜託 亂講話 拜託 這樣我沒寫功課了啊 不行 我現在在 我跟妳講 讓她開心之後 寫功課會比較有速度 寫的會比較快 不行 真的真的 我跟妳講 我現在用這招 不能叫她寫怎樣 不是 先給她玩 玩二十分鐘 再寫 非常的快 這速度很快 所以 公司就是什麼 先給你獎勵嘛 妳就會 妳就會 妳就會好好的工作嘛 真的 不可以獎勵 妳會做 只是等 等下班而已吧 等下班 我覺得妳說到 說到很多人 去等下班 還要等花心日啊 去等下班 好好笑 姐姐 因為媽媽很恐怖 哪有啊 妳只幫我想一個動作而已 欸 我對妳好 我怕我想太多 我想太多動作 妳會 妳會 太羞恥做不下去 所以我只好 就 好啦 我就逼妳做一個 希望妳可以自己想 還是其實妳很想要被我 強制做動作 那也可以 我下次就 多想幾個 讓妳 看妳能做到 第幾個動作 看妳能不能 真的 做出我的要求 合照 知識通通度給妳們 成員想就夠了 真的假的 可是如果我們想得很 很 很羞恥 怎麼辦 妳們也做嗎 什麼 欸 我白眼有翻上去好不好 明明就是妳沒翻 妳亂講 我有看照片 明明就是妳沒有翻白眼 我那張照片明明就有翻 只是 因為我有戴那個 雨晴眼眼鏡 我沒辦法整個翻上去 可是我 我有這樣子 對 妳沒有 妳才給我裝可愛 我有看到 就是妳沒有翻白眼 欸妳要注目愛心 嗯 注目愛心 什麼 阿布寬都跟著做 什麼 什麼東西 又沒有人 又沒有人 叫我注目愛心 這樣子 餐點會比較好吃 哈哈 好 跟她講答案再寫也很快 哈哈 哈哈 她要自己想 不可以 哈哈 一塊的心情做事跟不愉快的等下班 哈哈哈 是不是 欸妳看 是不是講到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在等下班 哈哈 等7點下班 快快快7點快7點 這一點比較有挑戰 對啊 我想的一定比妳羞恥 哈哈 是嗎 還好吧 還好啊 可以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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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增長 場後給她再增一點 現在暗紅巧克力 哈囉阿米 哈囉思源 我下班一段時間了 欸想約妳都幾點下班 妳們通常幾點下班 5點喔 5點6點 好像很多都是5點下班對不對 但是爸爸好像是6點下班 爸爸是6點下班對不對 會差啊 責任制沒什麼差 是喔 嗯 那為什麼爸爸每天都那麼早可以回來 因為他都做完了 呵呵 責任制啊 喔就是 什麼叫責任制 就是一個任務看妳要做到什麼時候 不是 不然 啊電話 電話可以搞定 那電話搞定就好啊 所以她根本不用去的意思 那但是很常需要電腦啊 那邊的電腦啊 那邊要 而且那邊資訊要機密 妳還是得去啊 妳不能把它 妳不能拿到這邊 那講話妳都聽到了喔 哈哈哈哈 那她為什麼就是 可以6點下班 因為6點下班 以後就不要講那些機密的東西啊 喔所以6點可以不接電話 不是 是講 我們明天幾點要去弄機密的事 明天再來 明天再來 機密的公司再說 不機密的回家再說 4喔 4喔 6點 6點半 5點半 喔喔 但她現在誰都不一樣 謝謝Kent的玫瑰 加班 週五有兩種可能性 要嘛聽早下班 要嘛把這週做到 做的Ending完下班 喔 哈哈 就看妳1到4有沒有好認真做對不對 1到4沒認真做 星期五可能就要做到很晚 剛剛下班不久 加班會在星期六嗎 星期六加班啊 為什麼啊 加班不都是 就是平日 然後 就是弄到比較晚嗎 還會假日要加班 那妳平日還要加班還是平日 對啊我聽說都是平日就是 有些人好像加班都做到八九點這樣 不是嗎 不是有些人工作都做到很晚 怎麼加班加到八點九點 結果假日還要加班也太辛苦了 是嗎 銀行吧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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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三點就下班了 喔三點左右就進入下班狀態了 真的嗎 我覺得妳早上八點就進入下班狀態 哈哈 妳確定三點才進入下班狀態嗎 哈哈 東西都交出來了 下午老闆出去我就等於下班了 哈哈 我知道 想要就是中午開始好像就 就開始下班的感覺 我之前中午直播 妳都感覺在下班 哈哈 妳都跟我說 什麼 老闆不在 然後妳在 妳在 妳在看影片還幹嘛的 對不對 我記得我之前 中午直播的時候 妳都跟我講 老闆不在 這樣子 只要老闆不在就是 就是 就是 那個什麼 跟直播的時間 早上八點還沒上班 哈哈 好吧 還沒有上班 八點還沒上班 那幾點上班 九點了 等吃午餐 喔中午是在等吃午餐 哈哈 醞釀吃午餐的心情 哈哈 還蠻需要的 我覺得真的很 很重要 我跟你講我從 我從一早起床 我就在想 我午餐要吃什麼 我昨天 我前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明天早餐要吃什麼 然後早上起來 我就會開始想 我午餐要吃什麼 那午餐吃完 開始想 我午餐要吃什麼 哈哈 我都會先想 我要吃什麼 這樣 或者是我下午茶 我要去買什麼當點心吃 哈哈 哈哈 一直在吃 就是 沒有吃東西的時候 就在想要吃什麼 那已經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想 那我下一餐要吃什麼 所以你一定很瞭解豬 哈哈 豬的習性 沒有 豬不會思考 豬 豬不會想他下一餐要吃什麼 誰說的 不然怎麼會有配配豬 哈哈 好 好喔 好無聊 有夠冷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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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還沒打卡錢 就在想午餐吃什麼 哈哈 哈哈 中逼有人說 什麼 今天要上班 哈哈 哈囉水垂 晚安 哈哈 冒著生命危險 偷看我直播 哈哈 哈哈 是不是這樣子嗎 真的啊 那麼危險 冒著生命危險 哈哈 哇 哈哈 欸好有道理這句話 有人吃是為了活著 有人活著是為了吃 我就是後者 爸爸是前者 我是後者 欸 活著當然就是為了吃啊 不然以後就幹嘛 我就是要吃啊 沒有沒有沒有美食 我 我在這邊 在這個世界就 呃 就沒有沒有光明了 哈哈 我跟媽媽跟弟弟跟妹妹 都屬於後者 活著是為了吃 爸爸肯定是前者 只有爸爸是 就是 只有 只有爸爸是 呃 吃東西 只是為了維持他的生命而已 哈哈 吃東西對他來講 是 就是 不是一個 快樂的事 只是為了維持生命 哈哈 哈哈 一群都在想減肥 真的啊 當然要想吃的啊 哈哈 欸 豬會想現在要吃什麼嗎 不會吧 豬為什麼會想現在要吃什麼 可是豬不是不能選嗎 豬就那些東西 就是 就是他又不能自己決定他要吃什麼 豬就是 就是 飼養員給他吃什麼就吃什麼 哈哈 哈哈 對 豬肯定不會想現在要吃什麼 呵呵 我老闆知道我看直播啊 哈哈 真的喔 你老闆 對你好像跟我講過 那你老闆都都都讓你 讓你上班看直播 啊 吃東西的浪費時間 呃 怎麼會 吃東西可是個 天大的享受 怎麼會浪費時間 呃 我說我只是過遊戲的活動啊 這樣 哈哈 今天是廚藝太難吃了吧 哈哈 啊 哈哈 豬會挑嗎 我感覺他們 哈哈 都吃得挺開心的 哈哈 今天是廚藝太難吃了 哈哈 今天廚藝不好吃 哈哈 還蠻好笑的 我覺得那個排名啊 7點多了 阿翔下班了 7點 欸 是對不對 7點 7點 四點 9點 5點 中間 4點 5點 5點 4點 6點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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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你在嗆我嗎 三天後的一陣草面 阿翔下班了對不對 7點了 7點下班了 正在收東西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下班了 收東西 準備下班 三天後 我覺得你在偷嘴我 唉唷 嚇死我了什麼事 我念排名 第10名 第10名Kent 謝謝第9名波雲 謝謝第8名劉劍谷 謝謝第7名暗紅 謝謝第6名清雲 謝謝第5名維基本大師 謝謝第4名過日子女小小 謝謝第3名 三氣壇 謝謝第2名小玉 謝謝第1名余睿 謝謝余睿 最近直播都跟 desaf än说要哪一次第一 没事沒事 有空再來看我就好 謝謝 reciavin 耶 謝謝余睿 哈哈 bib qué 下禮拜見 下禮拜見 RESET公演 下禮拜 好快喔 好快喔 瞬間就 又下一個月了 超快 想要也沒錢了 沒關係 沒錢就 賺錢 好啦 掰掰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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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